新闻的热点 财经的试点 这里是中国财经报道 我是张玲 今天是2019年9月23号 现在是下午3点钟 我们一起来看本时段的财经要闻 今天是我国第二届农民丰收节 全国内的农民举行多种形式 来庆祝今年的丰收 湖北咸宁市通山县市 今年湖北农民丰收节的主会场 下面我们就来 连线在湖北通山县 罗承村采访的记者王波涛 波涛你好 请给我们介绍一下 你所了解到的当地的情况 好的 主持人你好 首先我带大家一起来看一下 今天现场的这样一个丰收的场面 在我身后 这样一片金灿灿的稻田 其实是通山当地 这样一个主要的粮食种植田 是中稻 像这样的中稻在整个通山县 今年的一个种植的规模 大概是在15万亩这样的一个水平 那今天的收成怎么样呢 我们来看一看身边的这些水稻 其实从我们的画面上 是可以看到它整体的形态 是呈现一个微微的弯曲的 这样一个形态 那也说明稻树呢 今年在成长的过程中 也是非常的扎实 非常的圆润 其实它长得现在这样的一个状态 就已经可以收割了 那我站在这个地方呢 其实在现场已经有 十台的收割机呢 正在进行这样一个收割的作业 那我站在这个地方 也是可以闻到正正的卖香 正正的稻香 那可能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这个收获的味道 那可能有些朋友会有这样的疑问 那咱们通山的这个丰收 跟其他地方有什么不一样呢 那其实这也是 正是我想跟大家说的 这样一个情况 那其实呢 通山在今年的农作物的生产的过程中呢 其实遭遇到了比较严重的 这样一个旱情 那当地的天气部门呢 当地的气象部门呢 是有这样一个统计的数据 那自初美以来 整个通山的降雨量较往年的同期呢 是减少了85%的这样一个量 那可以说是形势是非常的严峻 那即便是在这样一个大旱之年呢 今年的通山的粮食丰收 粮食的主产量 依然是没有受到太大影响 是不减反增的 那可以说取得这样的一个成绩呢 也是非常的来之不易 那我想这也是湖北省 为什么把今年的农民丰收节的 这个现场放在通山的这样一个原因 那在这几天的采访当中呢 我从农民朋友们的那里了解到呢 像我身后的这样的水稻田呢 它的亩产量是可以达到1200斤 那相比较去年呢 是一亩地是可以增加 120斤的这样一个产量 那按照现在市场上的这样一个收购价呢 是一亩地可以多赚150块钱 那这样的150块钱呢 可能不算多 但是在今年这样一个大旱之年 依然能够取得这样的一个成绩呢 可以说是更加的难能可贵了 那其实说到通山 其实它有一个非常显著的 这样一个气候特点 就十年九旱 基本上每年都会遇到干旱的 这样一个情况 那怎么来保证 粮食产量的一个稳定呢 其实当地的农业部门在很早之前 就在做这样的一个有益的尝试 那尝试把水稻的种植期呢 提前到每年的四月中旬 这样的话 它的提前成熟提前收获 就可以巧妙地避开 干旱带来的不利的影响 那其实提前了以后呢 当地的一个气象部门呢 也会对农作物的生长 作为一个 做一个严密的监测 一旦遇到像寒潮这样的 不利的因素的影响呢 他们也会及时地联系 当地农业部门和农民朋友 做一些防御性的措施 比如说给水稻和玉米 铺上地膜 让他们在生长和育苗的过程中呢 有一个稳定的生长环境 这样也可以保证 它的一个产量的持续的产出 其实说了这么多呢 我们现场的收割机呢 始终都在不停地工作 不停地收割啊 在我旁边呢 就有一台这个收割机 是已经收获了 满满的一粮仓的稻谷 那现在正在进行 这样一个装卸的工作 那接下来呢 这些稻谷呢 也将会被运送到 附近的粮食加工厂 经过后期的烘干和处理 最后会生产成我们餐桌上 可以吃到的这样的大米 好的 主持人 我这边的情况 就先介绍到这里 接下来时间交换给阎博士 好的 谢谢波涛 从前方给我们带回来的报道 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的新闻 2018年 国家为了更好的保护太湖 把太湖中央4.5万亩 太湖蟹为网全部拆除 拆除为网之后 今年太湖蟹是如何养殖的 新的养殖方法 对于太湖蟹的品质 会不会有影响呢 我们去了解一下 在位于浙江湖州 无星区的这个太湖蟹养殖基地 记者看到蟹农已经在忙着收获 一笼笼一框框的大闸蟹 正补捞上岸 在太湖边成长起来的卢营峰 一家几代人都是从事螃蟹养殖 从卢营峰开始 借助互联网 太湖蟹已经爬向全国各地 今年的话 因为产量相对要比去年要略高 所以价格要相对来说 比去年稍微要有所下调 我们每天的话销售量的话 基本上一到两吨 目前整个湖州太湖蟹 现有养殖面积3.9万亩以上 预计今年的产量达4700吨 年产值6.8亿元 正宗的太湖蟹 四两公蟹 三两母蟹的价格 每只在50元至80元之间 有时三次左右的 三次左右 一次没有个多少 两三千 据了解 今年太湖蟹价格下降的主要原因 是由于今年气候条件良好 螃蟹成活率高 产量较去年明显增多 导致市场供应量多价降 那么如何挑选出优质的太湖蟹呢 有几个要领的螃蟹 一个首先捏一下 扎上手的螃蟹捏一下 壳硬不硬 一般的话 好的螃蟹手心一点 壳必须要硬 然后底板平整 那个上面放红光 要有红红的那种感觉 这个螃蟹 基本上是好品的 农历酒也是吃母蟹的 那个食物也是吃公蟹的 位于茶马古道 蓝沧江边上的西藏昌都市 芒康县 严谨纳西民族乡 最近迎来了传统的葡萄丰收季 当地老乡家家户户 挂上国旗喜庆丰收 在芒康县严谨 那西民族乡的广场上 400多名那西民族乡的乡亲们 穿上传统的民族服装 跳起了欢快的闲子舞 庆祝丰收喜迎国庆 芒康县种植葡萄 至少有150多年的历史 不过过去种葡萄 并不是那西民族乡村民们的 主要收入来源 更谈不上产业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 当地村民依靠种植葡萄 酿造红酒 发展乡村观光旅游 产业一条龙 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致富路 我现在来旅游的人越来越多了 家家户户都开启了 农家乐 也带动了单地的经济收入 今年国庆 芒康县葡萄成熟后 预计全县可加工葡萄酒 11700吨 人均增收6018元 保障粮食安全 离不开金融的支持 那么对于一直以来存在的 农村贷款难 贷款贵的现实问题 我们该如何提升金融服务水平 让农村金融回归本源呢 最近农业农村部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部门专家 提出了解决建议 专家指出 农村金融改革的主要问题 是我国农业总体规模化程度不高 生产经营活动相当分散 造成金融机构和农户信息 高度不对称 同时很多偏远农村山区的 金融服务成本过高 这个金融系统 更多的照顾的是发达的相随 而忽视了落后的相随 更多的他考虑一些 这个大优强的一些市场主体 而忽视一般小农户的问题 多年来农业农村发展 找钱难的情况突出 专家表示一方面要加强直接投资 另外一方面可以发挥市场的作用 设置担保工具 建立信用体系 来撬动更多的资金进入农业 一些定向的债贷款 像这样的货币政策的工具 来鼓励金融机构 更多的投向农村 这是当然还有财政 也有很多的手段 比如说减免税 比如说风险补偿 那么可以通过合作金融 通过地方化这个信息 来提供金融服务 那么这样可以扩大农村金融 改革开放以来 农村居民的收入在快速增加 消费水平也明显提高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 2018年我国农村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消费支出 已经分别达到了 14617元和12124元 反观1978年 这两个数字只有134元和116元 农民的钱袋子鼓起来了 生活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们通过详细的数据做一个了解 随着食品从匮乏到富足 农民们的胃口越来越好 2018年我国农村居民 人均食品烟酒支出 3646元 比1954年增长88.1倍 消费水平提高的同时 对品质也有了更高的要求 肉淡奶一样不能少 2018年农村居民 人均消费猪肉23公斤 比1954年增长5.2倍 蛋类8.4公斤 比1954年增长9.5倍 奶类6.9公斤 曾经吃上炖愁下炖的日子 已经一去不复返 不少城市难尝的味道 更是在农村才能寻得 除了吃得饱更要穿得好 1954年农村居民 人均衣着消费支出 仅为7.8元 需求也以预寒为主 衣物大都自己制作 而改革开放后 农村居民对衣着的需求 从穿暖转为穿美 2018年农村人均衣着 消费达648元 比1954年增长82倍 时尚化和个性化 已成为新的追求 吃穿不愁 农村居民的生活 也在变得更加便捷和舒适 1980年农村居民 平均每百户 拥有电视机仅0.4台 作为当时绝对的奢侈品 谁家拥有一台电视机 便可垄断十里八乡全部话题 而随着农民们的钱袋子 一天天鼓起来 曾经的大物件不再遥不可及 走进了寻常百姓家 到了2018年 农村居民平均每百户 已拥有彩色电视机116.6台 移动电话257.0 电脑26.9台 汽车22.3辆 空调65.2台 热水器68.7台 如今的农民们 兜里有钱 身边有田 小日子正过得有滋有玩 中国财经报道 我们继续关注资讯 今天五点十分 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 用长征三号以运载火箭 以一键双星方式成功发射 第47 48颗北斗导航卫星 据了解 这两颗卫星都属于中原地球轨道卫星 是目前在建的 我国北斗三号系统的组网卫星 经过三个多小时的飞行后 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 后续将进行载轨测试